曼哈顿公寓市场经过几年的放缓之后 在2018年跌到新低谷 合作公寓和共有公寓销售都跌到2009年经济触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房地产经济预估销售情况很快就会触底回升 华尔街日报分析发现 2018年曼哈顿公寓销售额比2017年下降了12% 更比2013年的峰值大跌22.5% 当时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 尽管经济持续强劲 但作为奢侈豪宅市场领头羊的曼哈顿销售增长势头早见弱势 房地产经济指出 区内库存已经连续多年上升 并且预计明年可能继续向上 根据每年12月24号的可比销售情况 分析发现最惨淡的是新建豪华市场 另外今年的公寓中卫价格下跌了2.5% 曼哈顿公寓的中卫价格是109万美元 而平均价格是196万美元 是近两年首次跌穿200万元 销售方面以400万到1000万美元单位的跌幅最大 比去年几跌22.9% 房产经济表示 在近期股市下跌和波动加剧 公寓销售短期可能会继续下滑 但也有业界人士保持乐观看法 认为当明年价格更低之后 就会吸引买家入市 目前纽约和美国经济仍然持续保持成长 但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却不断下跌 房产经济指出在过去数年曼哈顿楼市量价齐升之后 目前在外国买家需求减少美元增强 部分国家货币限制利率上升 联邦税改影响还有政治不确定等等因素之下 再再都成为房市疲弱的因素 请不吝望